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醒了 都过去了 小拓 你看着我 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些话 我都懂 我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代替你去承受这份痛苦 你得病之后 我甚至都想过 如果我得了这种病 我会什么样子 我可能都接受不了 我会做和你一样的选择 可是你有想过活着的人吗 一死了之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可是活着的人呢 那我们要在自责和愧疚里面度过后半生 谁都不安稳 这个道理你肯定懂 我连死的权利都没有吗 你有 但是我不允许 我知道 你得这个病他就是会死 但是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常态 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去战胜死亡 我不需要你有多坚强多乐观 我也知道那些 让你坚强乐观的话 它都没有一丁点的意义 咱们都是凡人 你难受了 你累了 你疼了 你想哭你就哭 你心里你有任何的不舒服 你都可以说出来 我们就是普通人 我们没有那么为他 不用去创造什么奇迹 我就是想让你好好地活着 我们都让你好好地活着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去想什么 连累不连累的事 那嫌弃你的人 根本就不会来照顾你 愿意照顾你的人 都会在你身边 咱们谁没有往深渊看那一眼的时候呢 是不是 看了那一眼 咱们就知道不该去了 都会过去的 都过去了 啊 都过去了